哈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在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这里财气满满 财气环绕 所以要来跟大家分享 宇宙招财三招 然后希望现在看到的朋友 都可以心想事成 实现你心中的美梦 其实人 每个人都想要追求财富 但是追求财富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秘诀 那关键是 很多人有些人听到这个秘诀 觉得真的吗 这样子可以用吗 然后你用一种半信半疑的心态 你当然就很难发财 但是今天呢 宇宙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用花钱 你就可以致富的三招 大家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所以呢 不但帮我按赞呢 帮我分享出去 让你更多的朋友呢 不要太穷 好 因为为什么人不可以穷知道吗 因为人穷至短 人穷至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我自己的店面 那我想当年我买这个店的时候呢 非常的辛苦 因为这是一个黄金的三角窗的地段 非常的昂贵 我买下去之后呢 每个月要面临的就是五六十万的贷款 光是每个月缴的银行的贷款 就要五六十万 所以呢 当时我也曾经穷过 但是呢 我立刻用很多的方法 就让我呢 这个把这个穷的这个点呢 送走 然后呢 继而来的就是一个财富满满 所以呢 今天这个店经过了多少年 我们这店多少年我也忘记了 反正经过了很多年 这个店还存在 而且呢 生意兴隆 也在这里呢 几乎跟全球的朋友广结 善语员 有英国来的 有马来西亚来的 有香港来的朋友 新加坡 日本来的朋友 都曾经到过这个店 因为它靠士林夜市很近 所以这个店呢 当时我买下来的时候呢 那个真的是有一点点 这个三重水劲 但是呢 回想今天 再回想往前走的那一段路呢 其实一切的结果 都是最好的结果 还好当时有把这个店面买下来 否则现在呢 它的价格呢 又往上翻一倍了 好 那所以今天呢 就要来跟线上的朋友呢 分享宇宙招财法则三招 三招是让你致富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段 你就太可惜了 好吗 OK 好 那我们废话不说 看看现在有哪些朋友 在线上 看到我后面的招财数吗 大家先看到这个招财数 然后先想 我要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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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来就来告诉大家 真的怎么样招财 如果你们对这个话题有兴趣 也可以留言给我 以后我也可以常常教大家 怎么招财 因为我还蛮会招财的 而且我教过很多人招财 然后效果都很不错 好 那我们第一招是什么呢 用感恩来取代抱怨 你可能听到这个主题觉得 这也没什么啊 老师你常讲啊 用感恩来取代抱怨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上班族永远都是上班族 有些上班族为什么永远都是月光族 就是因为当你们看到薪水的那一刹那 一点都不开心 就想 啊有什么好高兴的 还不是就是这些钱 还不是就是这些 也没有比较多啊 也没有比较多啊 如果你是这个心态的时候 宇宙为什么要给你比较多 因为你看到钱都不欢喜 看到钱应该是很高兴 好棒发薪水啦 我又有钱啦 要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情 甚至呢 闻一下钱的味道 好 虽然现在都是提款卡 虽然钱是直接到你的银行 可是呢 你要去想 比方说今天5号发薪水 好棒哦 又有一批财富呢 照我的户头来了 我要好好的来善用这一笔财富 来做规划 比方说我要怎么理财 我要多少钱存下来 多少钱我是需要付房贷 然后多少钱我是要 呃用在我提高我的生活品质上面 因为生活品质一定要提升 不然你不会变有钱人 好 虽然我们有时候刚开始比较没有钱 但是你一定要想 你每个月都做一件 可以让你的生活提升的 好 比方说偶尔你要去吃一些 好吃的东西 偶尔你要去买一些 比较昂贵的东西 但并不是没有计划的乱花钱 奢侈浪费 今天买的这个包 明天买的那个包 也没有提几次 而且也没有什么场合 是适合来提这个包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用感恩的心去 不管你收到多少钱 还有人开店做生意 可能今天呢 你期待我今天整天 怎么业绩都不好 好不容易来客人 然后买了360块的东西 然后你就很气 你就想说 我这一天才做360块 你如果永远是这样的想法 那就永远是个穷人 富人是怎么想的 富人就是 好棒 今天没有挂断 今天没有挂蛋 今天还有360块的收入 或者你在卖保险 然后你原来觉得这个客人 他的保单应该可以 跟你买个几十万 因为他绝对有钱 可是为什么他跟你签的保单 就只有基本的收险五万块 只能够收五万块 那你就觉得说 很不开心啊 怎么钱这么少啊 钱这么少啊 然后呢 那个客人 你知道人其实是个能量 而且人跟人之间是能量流动的 那个客人他会想说 我跟你买五万块保险已经很好了 因为我的子女也在做保险 我的同学也在做保险 我旁边邻居的小孩在做保险 我都没跟他们买 跟你买 买五万多块 你还嫌少 以后都不跟你买了 你就得罪一个大客户了 你应该要很感恩 他跟你买了五万块 哇谢谢你 你真是一个大好人 我相信 你的这个交友一定非常的多 那你愿意跟我这一个 我跟你不是非常亲的人 愿意跟我买这个保险 谢谢你给我机会 我非常的感谢你 我一定会把我的这个 服务呢 做到让你非常的满意 那你这样子讲了以后 你们两个关系好了 以后他可能要买一百万 两百万的保单 他就会找你啦 可是你如果想说 买那么少一点点了 这个OK 我不要理他 哎对不起哦 有一天他刚好生一个孙女 刚好生一个孙子 要帮小孩买保险的时候 对不起 他就把你给辣 我为什么要跟你买 我为什么要跟你这种 会抱怨的 能量不好的人买 我要跟你一个很开心的人买 我要跟一个 给我很多的感谢的人买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到一个店里去买东西 哪怕你只是买一个很小的东西 可是那个店员就一副瞧不起你 你好像没有钱的样子 你还会想去第二次吗 对不起你不会想去第二次 你可能会去第二次 但是你去隔壁买了很多东西 故意提的大袋小袋的到店里来说 你看我到隔壁去买了 有没有人这么坏 有还是有 好所以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 不要因为钱少就不感恩 钱少还是要准备一个漂亮的皮夹 哪怕里面只有五百块 那每一张都是珍宝 钱是正能量 我们是没有钱是不可能在这个社会上 过自己的人生的 所以我们既然那么想要有钱 那为什么你看到钱比较少 你就觉得那随便 比方说有人吊五十块在地上 那不知道是谁吊的 那可能已经很多天 然后你经过十块钱 你也不屑去把它捡上来 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你要去捡那个钱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 但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认为那些小钱你就不要管 有些的财富都是来自于零钱 来自于小钱 所以小钱你要好好的对照 对待 所以我一直都主张 就是大钱我们要让他住豪宅 小钱我们要让他住豪宅 我们要善待我们的钱 不管这个我们的卡 信用卡 我们的提款卡 我们的钞票 我们的零钱 这些都是属于正能量 你要怎么样好好的对待它 这个就会在宇宙里面 散发出一种念力 如果 如果你每次看到你的薪水 只有两万 只有三万 然后你就很不高兴 就说哼 一点点钱而已 怎么样 有什么好稀奇的 我们老板也没有多好 我每个月薪水是这样子 如果你一直发出这样的念力的话 不要说老板不会给你加薪 虽然老板没有听到你讲任何话 他不但不会给你加薪 而且整个宇宙不会给你好的feedback 你知道吗 你讲出的每一句话呢 宇宙都会用十倍速率的这个速度回来给你 所以我们每讲出的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不会言我爱钱 我喜欢钱 我感恩钱 因为我有钱可以帮助我照顾家人 我有钱可以帮我实现我心中的蓝图 我有钱 我可以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我看到孤儿 看到比较偏远地区的人 他们没有钱没有书 我就有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我希望我变成很有影响力的人 因为当我有影响力 我可以号召一群跟我一样 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也想帮助别人的人 志同道合一起来做善事 所以我发出这样的念力 所以才有你们的存在 如果我都没有发出这样的念力 你们就不会来对不对 如果你看到一个老师每天自怨自爱 算命也赚不到什么钱 然后那就没有今天的语扬老师 所以呢 我不敢讲其他什么学问 我可以当你们的老师 但是如果以正能量招财 怎么做生意 怎么样利益众生的这些事情 我绝对绝对绝对一定是你的良师益友 所以你要珍惜 我在跟你开直播的时候跟你讲的话 不要认为我讲的话是老生常谈 你能够把它用下来了 你把我的东西看一遍两遍三遍 变成你骨子里面 从你的内化 然后再散发出来 那就是你的东西 你知道吗 其实人 虽然我们人是由细胞组成的 其实这个人的这个细胞 你在用高度的显微镜去看呢 它其实是原子组成的 那有多少颗原子组成我们的人体呢 有七 七后面有二十七个零 这么多 所以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它了 那这些原子每一个 其实说穿的就是一个能量团 也就是说人 说穿的是什么 就是能量 就是一群那个小分子 一直聚集在一起的能量 一直有一个漩涡的能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接收到很多的能量的原因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能量 只是你要让你自己是好的能量 还是不好的能量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 好 复习一下现在刚进来的朋友 我们要向宇宙接收招财的能力 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用感恩来代替抱怨 也许妈妈只有给你两千块零用钱 比方说你读大学 妈妈可能给你两千或五千的零用钱 这个不一定 因为有些人住学校 有些人住家里 所以零用钱是没有办法说 谁比较好 谁比较不好 但是 即便你这一个月领到两千块 你都要看着那两千块告诉他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一点都不嫌少 而且我觉得两千块好丰盛 而且你要去感恩给你两千块的妈妈 或者爸爸或者是你的姐姐 或者是你的哥哥 因为这两千块钱 他可以带给你的是二十万两百万两千万 致富的能量 只要你去善用这个钱 所以从今以后千万不要再讲 客人给我的小费只有五十元 或者客人给我的小费只有一百元 有时候我坐计程车的时候 比方说两百六十块 那我给他三百一块 我就会说不要找 那虽然呢 只有三十块钱的小费 但是你要去感谢这个三十块 它会变成三百万 如果你相信宇宙法则 如果你相信你就是一团能量 你可以吸引跟你能量一样的人 可以跟你吸引能量一样的物质 来为你效力 我不是常常讲五行 木火土金水就是一切促成一切 万物为你效力 怎么样可以让万物为你效力呢 万物不会喜欢一个凑着脸 然后不笑 然后每天都自怨自爱的人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 感恩的人才可爱 对不对 看我是不是很可爱呢 OK 好 因为我懂得感恩 对 我线上不管多少人 我都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 有时候我在直播某些主题 看的人很少 可能是养生的主题 线上只有三百个人 我也是感恩这三百个人 并且祝福这三百个人 我希望这三百个人 有一天会变三千个人 来看我的直播 你看我的愿望什么时候会实现呢 我相信很快 OK 大家拭目以待 好 所以三个法则 第一个就是用感恩来代替抱怨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发挥你冥想的能力 很多人说 老师我有冥想 可是都没有成功 不是有所谓的显化法则吗 就是靠你冥想 对不对 可是怎么样冥想 才是真正成功的 很多人冥想 就是说 老天 请给我有钱 请让我变成有钱人 这样子你很难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目标不太明确 你必须去想 好假设我现在做一个许一个愿望好了 我希望我下个月的薪水呢 可以多 我可以多三成 假设你的薪水是四万块好了 那多三成就是一万二 就是你从四万块要变成五万二的薪水 那你要怎样去让他显化呢 当然第一个你要记得第一招 就是你要用感恩来取代抱怨 老板不管交给你什么任务啊 同财有对你有什么要求啊 哎呀你业绩不好在检讨 说对我知道我不够好 但我一定会改进 我一定会进步 会去学习让我们的部门业绩变高的 请相信我 请给我机会 好这就是一个感恩 谢谢老板愿意给我机会 谢谢老板愿意给我这个舞台 好然后呢 你就去想说 如果我的薪水要从四万变成五万二 我就要做出什么样的计划 做出什么样的成绩 让老板觉得 觉得我值得五万二 如果老板知道我值五万二 而他一直不给我的话 那我就有机会 可以跳到更高的工作 更好的工作 那你就有储备你自己的实力 如果 啊你的薪水四万已经很好了 我觉得给你三万五就可以 你根本不认真 你根本不积极 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想法 然后你也不想要创新 你也不想要去跟别人合作 那你就是领四万块了 已经很好了 可是如果你是很积极的 很热情的 你让老板看到你的热情 有时候成绩不一定要做出来 你以为你做出成绩 老板在给你钱吗 错 他大部分的老板都是很聪明的 他的直觉都是很敏锐 他会知道你这个人 是可以帮他创造财富的 他一定会很珍惜你 所以请相信 能够当老板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一定有他过人之处 所以你要去想 我如果拿到五万二 那我是有多么的开心 第一个 我要存多少钱 那我这样经过多久 我就能够存到第一桶金 我就可以买自己的房子 然后第二 我要留多少钱 是要给我的父母亲 孝顺他们的 把我生下来 我都还没有好好地孝顺他 第三个 我要跟我的男朋友 去吃一顿大餐 来犒赏我自己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努力 等等 你的显化必须是 非常的有细节 非常的符合 你所许的愿望 也就是你所冥想的内容 所以你不能很空洞说 让我种 种乐透 让我种乐透 让我种乐透 这样是不会种的 你必须要想好说 我现在已经想好 这一组号码了 请宇宙加持我 给我能量 让我种 种五个也好 种多少个也好 你要很明显的 我希望我这一次 可以种两百万 两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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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断地去重复 两百万 然后两百万之后呢 我要捐三十万 给什么什么单位 或者什么什么机构 我要拿多少钱 给我的父母亲 报答他们 剩下的我要做 什么样的计划 你必须把计划做下来 通常你的计划 你的冥想的过程 的细节 越仔细 你就越容易达成 你所要的 有一句话叫 心想事成 因为你心里所想的一切 用你的嘴巴 用你的语言 用你的能量 像这个宇宙发出去 那一个波长 那个频率 它会帮助你去 调整调整调整 就算你的薪水 没有从四万 变成五万二 你可能会因为 你买什么中奖 或者你投资什么股票 它这一段时间 一定会给你 那一笔钱 了解吗 这是第二个 宇宙的一个 就是你要 从宇宙这里得到钱财 第二个 你要靠冥想 而且要细节 而且你要先观想 你已经中奖了 你有多么的开心 你就是要中奖了 你已经中奖了 你会怎么样去过这个生活 当然就是也有很多人 他的 那个计划什么 没有先想好 所以其实这世界上 也有很多人 已经中奖 也已经得到 他要的财富 但是 在七年以内 他又回到一贫如洗 那个呢 就是当你有钱之后呢 就没有好好的去做规划 其实是你还没中奖之前 你都要规划好一切 好 那以后有机会 我会跟大家讲 你要怎么去规划你的理财 不管你是上班族 每个月只有两万五到三万的薪水的年人 你要怎么做 五万块的人的薪水的 你要怎么去理财 然后你会变成有钱人 还有千万不要 因为你现在钱很少 你很忙 你就说那一点点钱有什么好理财的 或者说我很忙 我根本没有空理财 这些在钱财方面 招财方面来讲 都是负面能量 因为你不爱他 所以你不会好好去理他 如果你很爱你的小孩 你会不理你的小孩吗 如果你很爱你的老婆 你会不理你的老婆吗 你不会 所以如果你很爱钱 你又不去理财 那就代表你是骗人的 你不爱钱 你不爱钱 OK好 第三点是什么呢 第三点是要怎么花钱 花钱要花在能够创造你更大的财富的上面 就是比方说你买一个包 他可能没有办法帮你创造财富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不要去买这个包 可是我如果买一棵招财树 不管它是多小棵 多大棵 可是这个招财树 招财树可以改变我的风水 那我投资这一棵发财树 除了它可以带给我家里美丽 带给我很好的心情 而且它确实可以带来财富的能量 金色的叶片 然后是很富贵的象征 或者是金色的花瓶 或者上面有麒麟的图案 上面有牡丹的图案 上面有喜鹊的图案 这一些都可以帮我们家里带来一个非常吉祥的财富的氛围 所以适度的把家里做一个重新的整理 请问你家是放很多的聚宝盆 还是堆了很多的纸箱跟垃圾桶 你觉得有钱人家是怎么样子的 有钱人的家不一定非常的豪华 也不一定是金光闪闪 但肯定是看起来是窗明激进 然后它有几个就是他们的招财宝物 它会花比较多的钱花在它的招财宝物 会把家里的紫白飞星 就是九宫飞星好好的布置 会挂一些开运化 就有些话你看起来它不像开运的 可是呢其实它就是开运化 那还有就是如果你要彻底彻底的改变 你的财富的能量 那我建议大家最近可以多吃根茎类的植物 比方说你可以吃一些山药 地瓜 还有红萝卜 甘蔗 这种是属于 是属于根茎类的 这个呢可以巩固你的财根 当然就是你要配合我前面 第一个就是用感恩来取代抱怨 第二个你的冥想的细节要想得非常的清楚 第三个就是你的花钱应该是创造更大的财富 你应该着重于把家里的风水照顾好 让家里的风水是真正有能量的 而不是摆了一大堆破铜烂铁 然后有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然后还给你带来很多负面的 所以这三点你要做好 那除此之外你就是多吃一些根茎类的 打红萝卜汁啊 加一点蜂蜜啊等等 这个也是对你的财根的影响非常好的 好我来看看线上有哪些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建坛门市 所以我一开始有跟大家分享 我当时买这个建坛门市呢 也经过一段这个辛苦 但是呢客人不上门我就打电话给客人 然后呢我有一个贵妇呢 来到这里呢就跟我买四百多万的东西 因为我早期都在卖珠宝 其实宇洋老师是因为去了某某购物台 想要广结善缘 想要跟更多年轻人 更多的就是不用很贵的珠宝 就可以得到开运 我才开始卖1980啊 两千多块什么合金台啊 以前我都是卖真金真钻的 所以这一个宇洋真品馆呢 如果你来的话还可以看到什么 还可以看到真正真金真钻的 就是像这个只有一条 真金真钻有没有 然后上面都是真正的宝石 但是宝石要找到这么彩色是不是很少 中间那颗是珍珠 那这一个整个都是18K金的 只是给你们看啦 然后像这一个 全部都是钻石 然后钻石去配这个 类似海兰宝的这个绊宝 然后做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一个店的初期都是卖 非常 就是非常珍贵的一些宝石 像这个戒指 有没有很漂亮 有没有很美 但是因为价格比较高 所以没有卖出去啦 我也可以接受啦 没有关系 反正呢 这一个店呢 就是高贵不贵 现在都有很多 很平价的珠宝 像我手上这一串 币喜这么漂亮 而且还有三串的设计 有没有看到 才多少钱 两千多块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那一串 真金真钻的 好 这个呢 只是给大家看 对了 我今天来门市 有最大的一个目的 就是还记得这个吗 前几天我在桃园 财神三主尊 108共的法会呢 有跟大家讲 大家可以多跟这一张 财神三主尊的糖卡来相应 你可以得到很多财富的能量 如果你刚刚我讲的 宇宙的吸引力法则 招财三招逆 已经学会了 如果你再有财神三主尊 如有神助 那你就更容易达成你的愿望了 好 关键是发愿的时候 要记得做好事 就是你要去想说 如果你得到这么多财富的 你要做什么样的 呃 就是帮助别人 因为善的念力呀 最容易招财 所以我们要常常发出善的念力 好 那你来看这个财神三主尊 现在呢 我已经带来门市了 所以你们要的人都可以来 这是免费的 上面这一尊就是有神通的莲花生大事 就是当你有官司啊 是非啊 有很多太大的障碍啊 跨国 跨国的官司 跨国的那种大障碍 或者你要这个拓展新的店 你要做很大的生意 你就是求这个莲花生大事 好 那如果我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我要招财 我是做房地产 我是做仲介的 那我就可以求房财神 因为它代表稳定你的财库 稳定你的财富 好那如果你是 对不起这是财宝天王 因为很像 财宝天王是做那种跨国集团的 跨国集团啊 然后做那个 那种贸易的 国际贸易的 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比较远的 经常要出差的 你可以拜这个财宝天王 那它也跟水的能量有关系 所以做水的人是一定要拜这个财宝天王 那下雨天看到下雨天 你就可以念 オン ベシャワナ イエスオハ オン ベシャワナ イエスオハ オン ベシャワナ イエスオハ 好那如果一般做房地产的啦 开店面生意的啦 或者你是军工教 如果你是军人 就可以拜财宝天王 如果你是那个 就是老师 公务人员 那你就可以拜皇财神 他可以让你的财富在稳定中成长 オン ベシャワナ イエスオハ オン ベシャワナ イエスオハ 好那如果呢 你是女性企业家 或者是女性做女人的生意的 你就可以拜财源天母 オン ベシャワナ イエスオ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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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呢 财神三主尊呢 我把它放过来给大家看后面 财神三主尊财宝天王的咒语 还有它是南方宝生佛化现的 然后黄财神的咒语 还有财源天母的咒语 那这一张是我印的 我一次都印一万张来准备送人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需要这个财神三主尊的弹卡 不要客气 你直接到建坛门市来索取 它是免费的 你可以到这里来 然后这里有很多值得大家看的 这里呢 有别于我们的网路啊 还有其他门市 它有宇阳老师的风水画 然后价格都不会太高 我现在可以把镜头呢 转开给大家看 比方说呢 你看后面有我的 我画的这个樱花 还有八方流水 有没有看到 八方流水 这是很多人呢 会在自己的柴位呢 放上这一幅的八方柴水的 这一个瀑布的图案 然后呢 当然还有牡丹花 就是看你的家的装装 装潢是怎么样的 那这一棵柴树真的非常的漂亮 整棵呢 都是琥珀的 那这里也有很多的艺术的作品 而且是很大件的 这个是罗广为老师 跟我合作的五福临门的皮修 很大 如果你家里的这个比较大 玄关比较大 或者你家的这个瓶数比较大的话 就非常的适合放这个 那这个呢 这个也是限量的 这个全球只有八件 然后在这里呢 等一下我带大家去看白杜姆 楼上有一尊全台湾 独一无二的 全身Swarovsky水晶的白杜姆 所以大家要等到最后 好那这里呢 是六木子雕刻的 这个是水墨子 白色的翡翠 刻出来的白杜姆 然后这里还有大家来看的五福临门 来看到没有 翡翠刻的五福临门 整座都是翡翠哦 而且它有一对哦 每一个财神拿着元宝来看一下 如果你家是这个比较大的 然后想要传家这个就要永远传家的 好的这个宝物呢 你就可以来选择这一对 这一对呢 我收藏很久了 就是这个店开始有 它就是正店之宝 然后开架就结缘 老师最近要盖佛店 OK这里有很多很特别的 像这个也很特别 这是一只龙 然后这里有一个最近 全台湾只有我这里有的 就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瓶 但是它上面是那个麒麟 这个就是哪里是宝地 哪里是柴库的位置 就是这一个麒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漂亮的一对彩色的麒麟 然后它是会转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聚宝盆 很大的聚宝盆 是有一对这个麒麟的 看到 好那这个就比较小的 这是凤凰 很适合女性的事业家 女人当家就是选这个凤凰 好那如果最近刚结婚 小孩刚结婚呢 可以送他一个福禄 福禄上面有喜鹊有没有 喜上眉烧 OK然后这些呢 都是非常知名的艺术家 那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来顶礼白度母 那白度母呢 可以给我们智慧 所以如果你的理财是要靠智慧的话 也是需要拜白度母的 那这个是我之前有介绍过 那个飞碟 有没有 这是小型的 因为有些人说 我家里没有那么大 老师有没有小型的飞碟 也是有的 好那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白度母 这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 只有台湾有 我这里呢 是有开运的磁场 你看我的那个 后面的那一盏灯 都是钱 看到没有 外方内 外缘内方 全部都是钱 是钱组成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居家 就是需要这样子来布置 然后这里有一个弯 它是一个太极 然后地面 你从这里看到地面 白色大理石跟黑色大理石 有个界线有没有 所以我这里是一个转运的地方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这里礼佛 或者来这里呢 坐坐 来这里呢 我这里都有收集一流的堂卡 然后我这里有这个全身指玉髓的连丝 来看到我后面的堂卡 非常的庄严 大家一定要来 这个是建坛门市 来看到我这一尊六木子雕刻的 但是呢 因为它这里光没有对着它 紫玉髓的连丝 绿杜母 这法王送我的绿杜母 有时候呢 门市也需要一些正殿之宝 所以呢 我就把这些宝物呢 放在这个地方 现在呢 大家用一个感恩的心 虔诚的心 来看全台湾独一无二的白杜母 等一下镜头照到它的时候 请大家呢 可以向它求 向它许愿 你只要虔诚 一定可以美梦成真 OK 我把它换过来画面 这个是白杜母 它全身都是斯瓦洛士奇的水晶 包括供养它的 也都是斯瓦洛士奇的水晶 看到没有 你看到这些呢 观想这些都是钻石 未来都在你的生命中出现的钻石 观想白杜母的手 再加持你 观想它身上的漂亮的衣服 让你呢 一生当中呢 衣食都是富足的 看到白杜母 全身都是斯瓦洛士奇的水晶 它的佛观 白杜母 庄严的眼睛 白杜母 又称为 长寿度母 它是主宰我们的健康 长寿 如果你一直睡不好 或者一直心里有烦恼 你就想象 你就是这一尊白杜母 你跟他一样的慈悲 跟他一样的有智慧 跟他一样的庄严 让我们在白杜母的佛光中 得到杜母的加持 愿杜母加持 现在在线上的这些人 名字留在下面 我翻给杜母看 这一尊杜母呢 全身重量200公斤 光是从一楼搬到二楼呢 都是费了非常大的力气 但是 但是 自从杜母在这里之后 宇阳老师的业务 业绩就蒸蒸日上 所以有些人说 老师我要发财 是不是只拜财神三主尊就好了 其实这个是福报跟机缘的问题 你有任何的所求 白杜母也能够成就的 白杜母的愿力 无量无边 他的法力 当然也是无量无边 如果你们住在台北 其实是很有福报的 可以到这里来顶礼白杜母 就像我一样 我现在是跪在白杜母的面前 中国大为刚 大位 大为 大为 咕嚕咕嚕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far ASC 불gmd Dare du dare du re ma ma yu Bu ne janabu ding kuru so ha 谢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呢就在这里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直播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肚母照顾大家 肚母爱你们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开心 心想事成 一定要记得我今天讲的像宇宙招财的三个法则 不要忘记了哦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多一点 关于发财的想法 跟发财的方法 也请大家多多留言给我 而且一定要帮我分享出去哦 就拜托大家了 谢谢大家 拜拜